好紧张 喂你好 我们是帮情侣复合的 我没有要复合的人 不是你分手 也分体面一点呗 你被关注的 那你微信都给我删了 我怎么联系你啊 能跟师傅宝 不都能联系一下我吗 师傅宝还能聊天呢 就是他还是想跟你再聊一聊的 能给个机会吗 是那姑娘吗 对对对 姑娘 这边这边 上来吧 下来啊 那是电梯 他们都在这呢 来吧来吧 先一起聊一下 先见个面吧 哈喽哈喽 又长个儿了呀 看你 咱的女孩是哪里人啊 良宁葫芦岛 那葫芦岛就是个岛 那葫芦岛它不是个岛 它也不是葫芦形 它也不产葫芦 叫个名 还记得你们在一起多久吗 两年 两年零三个月 什么都不记得还超好复合 三个月我以为不算的 是怎么认识的你还记得吗 当时我同学整个一个那个聚会 当时看第一眼就感觉眼熟 你以为是你前女友 没没没没 这没没我前女友漂亮 这没没我前女友漂亮 嗯 哎呦我去 不不不 我前女友比她漂亮 这年轻人 卧槽 就是当时我俩 见第一次面的时候 她过来跟我搭讪 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晚安 然后她说她前女友也有个哑字 问我是哪人 我说我是东北人 然后说她前女友也是东北人 你是喜欢她说话这么直接 真是有什么说什么呀你 是也算 不会撒谎 看出来了 哎我觉得你们两个挺搭的呀 那为什么分手啊 她提的 分的分的聊这些没意思了 我还是祝你找的更好的 不是 咱来节目就是 就是有事解决事 你别带着情绪 就是给彼此一个机会 把话都说清楚 就她爱打游戏 我不爱打 但是我为了跟她有共同话题 我刻意去练游戏 为了跟她一起 不然她嫌弃我 情侣之间打游戏嘛 女朋友就乖乖打辅助 她这倒好 她去网吧自己一个人练操作 完了三把都越打杀我 我这倒好 我一男朋友 她让我给她打辅助 我玩别的位置 她还不高兴 你不给我打辅助 你想给谁打辅助啊 嗯 嗯 这表情什么意思啊你啊 就因为这一个事就分手了 有一次我俩刚睡醒了 然后我去给她买早饭 她说吃什么都行 然后上来说我买错 还怪我一顿 那天我是急着出去见人 她给我买那个包子 是韭菜猪肉的 就那吃完怎么跟人说话呀 主要是她必须盯着我吃完 让我走 我那天就发两句牢骚嘛 然后不开心 那明明就是我让你吃早饭 有错了吗 冷静一下是 这事小吗 我觉得这不是小事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她总会限制我 她就觉得十一点前一定要睡觉 包括出去穿的一身衣服 回来不能直接坐在床上 包括每天都要洗澡啊洗头 那不是为了你好吗 十一点前睡觉 我就是怕你身体出问题啊 那本来外面的衣服就不应该在家穿 在家就应该穿家居服啊 睡觉前洗澡 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注意卫生也有错啊 不是那你觉得你对我这么好 那我为什么会反感呢 就俩人在一起是谈恋爱嘛 感觉她像在训练我一样 就她有时候给我提那些要求 我都会因为我做不好 就有压力的 内疚什么 不是大哥你叫我过来 你是来教训我的是吗 哎快追啊 咱们别那么急走也行 你不是出回事吗 你干嘛呀 下着雨呢 你还知道下着雨呢 拿那伞子走啊 咱们先冷静冷静冷静 她是想来找你复合的 不然也不会叫我们来 要不然这样吧 咱俩先聊一聊好不好 她肯定是喜欢她呀爱呀 就觉得跟她在一起 很开心吧 但是她但凡那些小毛病 一旦犯起来了 我真的是受不了 还有可能 如果你们两个 如果你们两个还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的话 那就在我倒数五秒之后转身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虽然刚才说归说啊 应该愿意一个人没人管我 因为感觉挺不好的 对 一个多月我自己熬夜熬的呀 确实整个精神状态对我们也好 见骨头 未来不管是吵架也好有矛盾也好 就我希望咱们两个都可以 退一步海阔天空 有什么事好商量 别带情绪 那你晚上请我吃饭 行 你说的 必须的 你说的 必须的 好 丢下了飞机啦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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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回来了 我就是全车上最亮的仔 别别义 א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